很多人养金钱树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那新手在家里怎么养好金钱树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金钱树应该怎么养 金钱树是一种非常吉祥的植物 它有招财尽宝的寓意 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开店的话 有喜欢在家里摆上一盆 很喜庆 但你实际养护之后就发现 它很容易出现大面积黄叶落叶的现象 越养叶片越歇数 最后不到一年就把它养死了 非常的可惜 那出现这些养护问题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金钱树这种植物的习性所导致的 那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一木将会详细的教大家金钱树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它 接下来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 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金钱树的盆栽 我们讲解它的第一个指示点 就是金钱树是喜羊植物还是喜鹰植物呢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新手花友第一次栽培 都以为它是喜鹰植物 非常喜欢买一盆大的金钱树 摆到家里来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 因为这个植物呢 它寓意很好 摆在家里呢 感觉很喜庆 金钱金钱树嘛 对吧 可惜的 我告诉大家 这个花它不是一个喜鹰花 卖花的人呢 它是骗你的 它骗你的目的呢 是因为它骗你好卖一点 就说它喜鹰 买回去 摆在家里 招财尽薄 摆在家里 吉祥如意 我告诉你 这都是假的 因为这个花根本就不能养到家里 不是说它不吉利 它非常吉利 可惜的是它的习性 它是喜羊植物 如果你长期把它养到室内 你养一段时间啊 你就会发现 它会形成 第一个 生长速度缓慢 第二个 大面积的黄叶 落叶和黑叶 第三个 越养越稀疏 最后啊 就烂叶 烂根 烂静 死苗 这种现象 几乎在室内养 是不可逆的 所以很多 花友 尤其是一些开店的花友 喜欢在家里啊 或者还在店面里摆一盆 你只能把它当做什么呢 当做一次性的花来养 就是你摆到店面里 早晚也养死 而且很快 没办法 养死了再换一盆呗 很多这个开店的人都是这样做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阳光 这个花就是喜羊的 如果大家不相信啊 可以去生产金钱树的苗圃 生产金钱树的花卉公司 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些老板呢 他靠这个植物啊 养家糊口 他们可不傻 都是养到户外 只有在盛夏季节 劣质的时候呢 会搭个遮阳网 防止叶片上啊 有点晒斑 不好卖 除此以外 全部都晒太阳 因为这个喜羊花啊 它只有在阳光底下 才能够健康的生长 长得快 叶片翠绿 而且长得旺盛 这个是只有阳光能做到的 所以大家记住了 如果你在家里 想把金钱树养得好 我推荐大家 搬到阳台上去养 如果它的花儿太大了 你家里阳台也没有空间 实在搬不了 怎么办呢 你在室内养 也请靠着窗户养 一定确保有阳光 能够直接晒得到它的叶片 这样你的金钱树啊 才会养得好 好的 下面我们讲解第二个知识点 就是金钱树的浇水技巧 说浇水之前啊 大家跟我一起摸一下你家里金钱树的叶片 你感受一下 它的叶片跟其他植物叶片不太一样 金钱树的叶子是肉质叶片 就好像多肉植物一样 它的这个肉质叶片含水量丰富 而且它的净干也是肉质的 你摸一下家里的金钱树就知道了 它的净干同样含水量丰富 含水量高达百分之八九十 还有绝大部分新手养金钱树 从来没有把它挖起来看过它的根 如果你看下它的根你就知道了 它的根也是肉质根 而且呢是球形的肉质根 它是白色的球肉质根 这个球啊全是水 所以这个植物呢 根 茎 叶全都是肉质的 我们在植物学上呢 叫做多浆类的叶片和茎干 这种净干叶片和根系啊 全都是水 所以你说这个植物它怕不怕缺水啊 是不是不怕呀 因为缺水的时候啊 它可以吸收自己体内的水分 所以你反过来想 它不怕缺水怕什么 是不是怕积水啊 就是怕水多 为什么呢 因为你浇水多了之后啊 它自己水就多 它吸不了那么多水 那多余的水会干嘛 是不是会蒙根浪根 而它的球形一蒙就浪根 一泡水就烂 所以这个植物是绝对不能浇水太多的 那我们具体怎么浇呢 我教大家 你不要去死寂硬背 两天三天五天浇一次 这都是错的 我们浇水呢 要根据它土壤的状态来判断浇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浇水之前 你要用手摸一下它的土 如果你一摸感觉土壤啊 是潮湿的 那么不管多少天都不要浇 那什么时候要浇呢 我们把手摸到土壤 发现土壤非常干燥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大胆的给它浇水了 明白吗 你采用这种方法 它永远都不会严重缺水 也永远不会积水浪根 因为每次浇水我都摸了土 我是确保它在缺水变干的情况下才浇的 这样啊就符合它的浇水习性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它的土壤要求和换盆技巧 那它喜欢什么土呢 我们用它选择土壤的时候啊 尽可能选择营养土 因为营养土啊 是人工配置的土 疏松透气肥沃除菌除虫 氢变 而且不容易板结变硬 所以能用营养土种啊 就尽量的用营养土来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它对土壤的酸碱度有要求 金钱树啊 是洗酸化 惧怕碱性土 可惜的是啊 很多花友家里都是碱性土啊 因为自来水就是碱性水啊 你长胸自来水浇又不施肥 它的土就变成碱性土了 这个问题在北方尤其严重啊 因为北方的自来水碱性更重啊 长期浇花 它的土壤表面都会有一层白霜 这个就是反碱的现象 那金钱树长期种到反碱的土壤里啊 就会出现大面积黄液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种金钱树呢 一定要学会调酸 怎么调呢 用硫酸亚铁就可以啊 浇下来就用它 我们把硫酸亚铁对水稀释1000倍 然后每隔一个月 给你的啊 金钱树浇灌一次 就可以让它的土壤啊 转变成为酸性土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这个 尤其是北方花油 好 说完它的土壤要求 再来讲一下它换盆的技巧 如果您家里是大型的盆栽 不要换盆 因为花盆已经够大了 啊 但你如果跟樱木一样是中小型盆栽呢 我们养到一年就可以换盆 养一年就能换 那什么时候换呢 我们一般选择春天或者秋天换 就气温比较适宜的时候 来给它换盆就可以了 那换盆的时候还有两个技巧 大家要注意 第一个 你要观察你的金钱树用什么土种的 我换盆的时候尽可能选择同样的土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 第二个技巧呢 就是你换盆的时候啊 不要在它在萌芽的时候换 就是如果你的金钱树啊 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小芽从底部抽出来 这个时候不要换 等它的小芽长大了再换啊 带着嫩芽换盆很伤植物 我再加一个技巧 就是你给它换盆的时候呢 不要一次就把花盆换太大 逐一的增大 每年都增大一点 不要一次太大 因为如果从一个小盆 突然换成一个超大的盆 土壤就多 很容易蒙根和浪根 好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金钱树对透气性的要求啊 金钱树这个植物 比较喜欢透气的环境 但是呢 它的抗逆性也非常强 如果在封闭环境呢 也是可以养的啊 也没问题 就是你家里是封闭阳台啊 也能养啊 在室内的话呢 靠着窗户有光照 也能养 但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在封闭环境养的时候啊 你浇水之后 最好要开窗啊 浇完水就开窗 让风吹一吹 否则的话呢 很容易啊 积水浪根 好的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金钱树的施肥技巧 我们给它施肥呢 分成它的生长季节和非生长季节 两个季节 这两个季节 施肥的方法不一样 生长季节就是指的 它在长根 长枝 长叶 萌芽的季节 一般呢 在春天 夏天和秋天 这三个季节 那生长季节施什么肥呢 用两种肥 第一种肥叫三元复合肥 它是促进它的生长的 叫促生长肥 第二种肥呢 叫HB101 HB101呢 是一种天然活力素 它可以打破植物的浆苗状态 促进植物细胞分裂 形成更多的雅点 它可以让金钱树 长得更茂密 所以这个肥料也要用 那生长季节 这两种肥料 我们可以混用 怎么用呢 很简单 我演示给大家看 首先准备小勺子 每隔二十天 我们咬一勺三元复合肥 撒到它花盆的边缘就可以了 花盆小一勺 花盆大就两勺三勺 以此类推 二十天一次 使用完之后 紧接着就用HB101 用的时候啊 我们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装上500毫升清水 接着呢 在清水中 滴入两滴的HB101 一滴两滴就足够了 高浓缩肥 用量非常少 我们搅拌均匀 然后同样也是 每隔二十天 把这个肥料呢 灌到它的根系里 每隔二十天 这两种肥料同时用 你用几次 你就会发现 你的金钱树 长得更快 叶片更绿 不容易呢 黄叶黑叶 好 这是生长季节 再来说一下非生长季节 非生长季节呢 就是冬季 气温低 它不长了 那就不要用刚才的肥料了 用什么呢 用有机的肥料 比如说羊粪 羊粪肥 就是有机肥 那为什么用羊粪呢 因为冬天 用它很温和 不烧根 不烧苗 不仅可以给土壤提供营养 预防土壤板结 而且可以让土壤输松透气 那怎么用呢 很简单 冬天 记住了 每隔一个月 取适当的羊粪 埋到它花盆边缘的土壤里 就可以了 一个月 你埋一回就足够了 这个就是一年四季的 是非方案 好的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金钱树的过冬技巧 那金钱树冬天 养护 注意什么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它的习性 它是热带植物 非常怕冷 所以冬天栽培啊 我们一定要保温 不要低于10度 低于10度容易冻伤 长期低于5度呢 就容易冻死它 所以冬季 在室内栽培高于10度 这是其一 其二 冬天啊 我们要经常给它的叶片 喷雾加湿 因为它怕干燥 而冬天很干燥 我们每天起床 喷一次 晚上太阳落山 喷一次 这样可以大大增强 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液 干肩和卷边的出现 第三点 冬天的浇水量要减少 这煮的土壤的水 你要等到它的花棚干透之后 冬天少量的补水就可以了 因为气温太低啊 如果浇水太多 很容易冻伤根系 或者呢 造成水分不蒸发 而蒙根和浪根 所以冬天 我们的浇水量 要进一步的减少 好的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 金钱树的修剪技巧 金钱树这个植物啊 它没有硬性的修剪要求 因为它长得比较慢 一般呢 我们也不用剪 所以你正常养护 不修剪它 没有什么事 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啊 如果你的金钱树啊 叶片出现了黑叶 或者枝条呢 出现了腐烂 那么一定要及时的修剪掉 不能保留 黑叶就剪叶片 这条腐烂 就把整根这条剪掉 因为如果你不剪呢 过段时间其他 普通的叶子都要黑掉 懂吗 所以看到黑叶 及时修剪就可以了 其他的呢 没有硬性的修剪要求 好的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金钱树的繁殖技巧 如果我们家庭要繁殖金钱树啊 我们可以采用叶叉的方式来繁殖 它的叶片 任意一片 剪下来 然后呢 晾干山口 插到土里 就可以生根和发芽 成活率非常高啊 那我教大家一个技巧 提高它成活率 剪下的叶片啊 我们不要马上扁插 你先准备使用一下快速生根粉 我们把快速生根粉啊 对水吸食1000倍 然后把剪下的叶片 先泡到快速生根粉的溶液里 泡20分钟 然后再插到土壤里面 这样它生根速度就会大大提高 成活率啊 就大大增加 好的 这期关于金钱树的课程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我是一木 我们下场课程 再见啦